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 《作圓火劇抗舞》 烹飞訪伴 大家好 大家好 如果大家想來到我們現場 成為我們的觀眾很簡單 對… 可以登陆我们的官方网站 乐福网的小地方的专区 你可以查到 我们要录制的明星是谁 就可以报名来参加了 现在的节目不好做 怎么了 从小我妈就跟我说 三个女人一台戏 如果三个女人一起出现的话 你就躲开点 而且这三个人呢 根本都很熟 你就小心点吧 太熟了 最近有部戏叫时尚女编辑 时尚女编辑 然后这部戏的原著呢 其实叫穿动物园的女编辑 是这个著名作家赵赵写写的 对 我跟你讲 我当时特别关注谁演这部戏 因为照着那个词啊 要是被人死机硬背下来 就特别没意思 要一叫北京妞 然后说那北京腔 而且要特别有个性 那今天呢 我们三位主演 对 就来到了这里 那这三位是谁呢 来 我们掌声也挺三位 好 哇 吴嘉阳 英诚 杨依然 欢迎三大美女光明现场 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三位 戏前戏后我们要好好聊一聊 如果大家有什么要跟我们分享的 也可以通过我们超级访门的微博 还有我们的官方网站 乐风网的超级访门专具 来跟我们会动 来 谢谢三位 金牌编剧赵爪携手导演 腾华涛 联手打奏的都市励志情感大戏 时尚女编辑 以轻松励志的格调 写有他们一时尚圈的触角 以及强大的阵容 博得收视好成绩 樱桃在剧中挑战出演职场新鲜人 歌手出身的张瑶 和主持人出身的王一南 分别饰演高傲虚荣的资深编辑 沈荣轩和恨嫁的专栏女作家李败选 这儿不是小孩就外地人 我才不跟他们交朋友呢 那些刚毕业的大男生 老觉得自己配不上这黄金圣女 研究着怎么迈过世俗的鸿沟 勇敢地走到一起 他们在这部情感大戏里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情感风格 生活中他们又有怎样的情感观 其实这部戏呢 除了时尚元素 还有人调整情感元素 那我想问一下 在生活中如果遇到一个对的人 遇到一个喜欢的人 你们三位 是会主动向对方表达心意的吗 到这种时刻 我就是特别容易掉链子 不然你是指老虎呀 是的 真的真的 这种场合我往往是这样的 你不会呢 我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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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吗 不会 不是那你跟你老公 我忘了后来 你们俩谁追的谁呀 他 如果你特喜欢呢 他不那么追你 肯定也就没戏了 他追了六年 那么长时间呀 高先生您受累 那樱桃呢 你会主动地表达心意吗 不会 顶多是这样 如果我特别喜欢这个人 他 他也喜欢我的话 可能我就不太需要怎么追 可能就是 一同步 大家就可能就会 愿意在一起 但是如果我不喜欢呢 可能怎么追都没用 你会是主动去捅破那个的人吗 不会 重庆女孩也不行 我老觉得混辣辣的 挺胆大的 胆大 捅破以后 就是 胆子大 对 对 对 不行 含蓄的阶段 要含蓄坚持到 不说特别对 大部分女孩都是 其实在不确定的时候 都不想自找没趣 捅破以后 挺胆大 我树立无写过嘛 就是我一个朋友 在那个东方广场上班 你知道吗 他就每天在楼下喝咖啡的时候 看到那男的特别喜欢 后来有一天 他实在憋不住了 你知道吗 端了咖啡一会去 假装摔倒 一杯全破了男的身上 然后说我帮你干血 交换一个名片 就这么认识了 后来呢 嫁给他了 真的 瑶瑶 那你从来没跟我们分享过 你是怎么把你老公追到手的 我就莫名其妙参加婚礼了 这人忽然就结婚了 你知道吗 今天坐在台上的人 都参加了他的婚礼 你们三位都去了 然后呢 当时你们又没看到 那个微博墙 一直有人在互动 有人发微博说 陈先生结婚了 好多女生都当时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老公是很多都市 白领女性的梦中情人 帅棒了呀 帅爆了 我也很漂亮 对呀 好 张瑶小姐年轻时候 拍过奔驰广告 她老公年轻时候 拍的是德服广告 真的 她不是做演艺经济的吗 怎么是拍广告的理由 她 小的时候 年轻的时候 确实拍过德服广告 是谁追到谁的 我们俩其实认识很多年的朋友 但是之前是不怎么说话的 就大家因为在都是差不多的工作 经常会在一些活动和发布会见着 打个招呼 但是后来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 因为那段时间的我呢 各方面的情绪比较低落 她就约有喝咖啡 喝着喝着 你就切个歹意 虽然没有泼 对 我觉得 我突然间觉得这个人 其实还可以 以前就没有觉得还可以 以前不知道啊 就没太注意 我觉得 好多女孩好像都是不太注意 自己身边有时候见过的一些人 我真的对她以前特别的没注意 其实我们参加过朋友的生日聚会 什么吃饭都见过好多次 就是没有那么的在意 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她约我喝咖啡 谁提出来的 It's me 大大 因为你看有你们老是在说 你怎么还不结婚啊 然后我爸我妈 尤其是我妈真的 我觉得已经快把我逼疯了 就是 那时候还没结婚 她妈在家里看那个时尚杂志 说你看这孩子的毛衣好看嘛 张瑶说好看呀 好看呀 好看你还不给我生意 她张瑶的接着话说 为了她毛衣好看 我就给你生意 这是婚纪 不是主要是她吧 她经常就是一天会打好几个 这种焦虑电话 现在好了 好像我觉得我特别的要嫁不出去 就那种危机感非常非常的强烈 然后旁边有很多人跟我说 你真的赶紧的吧 你这再不结 谁娶你啊 说你这性格又这样 后边年轻漂亮女孩多着呢 说有说你这机会越来越少了 你就算吧 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碰到我老公的时候 我是奔着结婚去的 我原来计划是365天一年的时间 后来决定跟她在一起 谈恋爱的时候 我是希望是以结婚为 目的的这种交往 所以呢 我的计划是365天 最后我只用了340天 我还为此庆祝了一下 怎么庆祝的 没有我想象就340天的时候 你干了什么 340天的时候 她终于答应去领证了 这有招吗 其实也没什么招 就是我跟她说过两次 我印象特别深 就是我们俩在交往了 大概七八个月的时候 我跟她说过一次 我说我想结婚 我说你想结婚吗 她当时跟我说她想想 我就觉得没气了 对 我觉得那你先想想呗 因为这个也不是什么 说买东西似的 你肯定得想想 那想吧 又想了差不多一个月 这个人就再没提过这个事了 所以我又问了她一次 那段时间我们正好在拍动员 我也挺焦虑的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真的困扰我 怎么也没谱了 这人人家也没提 这到底干嘛呢 两个人在这 然后所以我后来又问了她一次 我说那个 我上次跟你说我想结婚 我说你怎么想的呀 她说我不是说想想吗 后来我说那你已经想了一个月 为什么就行是不行啊 就是你给我个信 真的假 真的真的 因为印象绝对不会说得出这个话 不一定啊不一定啊 对不对我跪地下求 我当时说的特别的 就是那种气质 我觉得特别无所谓 就说了我就问她 我说你想不想结婚 我说如果你不想结就算了 咱们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我说因为都不是小孩了 我说我是以结婚为目的交往的 我说如果你不想结婚 那咱俩就别在一起了 我说我去找一个 愿意能有婚姻生活的人 然后我在谈恋爱 我说那你也找一个 因为你的条件也真的挺好的 我说我也不差了 虽然我这个 就虽然这三日出头了 后来她就说 她说你这不是拍戏呢吗 我说拍戏并不影响领结婚证啊 我说这根本就不是什么理由 所以因为这个我们俩又冷战了几天 后来到9月6号的前几天 前一个星期吧 她跟我说 她说 她说我问你 是不是你要是把这结婚证领了 你就特别踏实和特别开心 然后也能好好工作 然后每天见到我也能 也能有一张笑脸 我说差不多吧 所以呢我们俩就决定9月6号 她说那走领证去 先领了所办柜里 你落一踏实好吗 行 怎么回事 别逼婚 后来她说 她其实不是不想结婚 就是我老公 她的那个性格 是特别小心谨慎做事情 她说这是一大事 她说咱别弄得跟交 就是那个谈买 没事的 她说你这个性格 怎么那么着急 就是那个感觉 就不行了 我说那婚姻就是这样的 我说那总得冲动一下吧 大家都不冲动 你也拖着 我也顺着 最后谈了 恋爱谈了四五年 大家都可能到那时候 就没准不想结了 就疲了 那那个问一下那个一男 去见对方父母会紧张吗 我特别紧张 她高先生她妈是她的班主任 她妈妈不是我的班主任 但是她妈妈是我们表演系的学间 工会主席 各种头衔 在学校里头 不但是一个老师 而且是一个很出名的老师 很厉害 很厉害 以至于我很长一段时间 就是还没改过口来 都是舒老师 舒老师教 就很厉害 很厉害 第一次见婆婆 就是见她 就是见她妈妈的情形 还记得吗 我第一次见她妈妈的时候 我们俩还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甚至都不认识高新这个人 那会儿我刚刚进学校没多久 大概半年吧 我们宿舍里 我海群 天眼龙 高荣 赵静 一个班只有一个那个录音机 好容易轮到我们宿舍了 那天也不知道为什么 大家都特高兴 然后开完了以后 然后我们都穿的比较少 然后拿枕巾 然后各种毛巾 或者说是那块丝肩 马上坐上能找到的东西围着 然后各种什么夏威夷小姐 什么那种小姐选美 这种小姐选美 音乐开得倍儿大 闹着玩 我们住405 408他们还有薛达英爆雷 他们住在408 说好了要来跟我们会合的 就是当当当 有人敲门 当当当有人敲门 暗号 那种声音就当当当 暗号 哎呀笨死了黑寡妇 你看学姐 穿着那样 她妈戴个眼睛笑眯眯的 那是她妈呀 黑寡妇 黑寡妇他们的暗号 她妈永远都笑嘻嘻的 干什么呢 我们玩呢 玩可以 不要打扰到别的宿舍的朋友 好的 好的 是楼下宿舍投诉了吧 对 楼下宿舍投诉了 她大概在楼下是 李明斌他们宿舍 可能在说什么 完了我们这 叮当 又断了 完了以后老太太就上了 姚 你见她的父母呢 我就觉得 我跟我自己爸妈 因为戴军阁知道就是那种 让我像有的那个女孩那样 妈妈 就我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妈妈我好想你啊 嗯 就我这样 说出来 我跟你说别说你做不出来 你问王一南 你现在看到苏老师你敢这样吗 现在也不行 但是我跟你说有的 有的女孩见到婆婆她真的可以 对的对的对的 会吗 会会 你会吗 你跟你婆婆 我不会 所以我见到她妈 我就我就 企图试图 妈 然后呢 后来我就 后来我想一个办法 我买东西 我就投其所好 因为我婆婆是 比较喜欢爱美啊 化妆啊 用护肤品 哎 静姐那个什么静佳呀 我老送你啊 什么面膜呀 什么护肤品 我就经常给我婆婆 然后买个包什么的 对 我跟你说只有樱桃会 将来万一找到一个合适的 她肯定会对婆婆这样 为什么呀 我哪给你了这个印象 不到我确实是比较招 老年人喜欢 我差点 我确实比较着急 我跟男方妈妈说 哎呀我是你的粉丝 我可喜欢看你演戏的 哇对吧 肯定是 不会了 我觉得因她上完这期节目 忽然太着急了 张瑶 因为我其实倒特别赞赏 张瑶的态度 我一直在批评她 她那个钱全用来买名牌 我说你买这破碗 干嘛呀 但是呢我觉得真说没有用 她找到男朋友的时候 已经改变了 没事吗 对 因为是吃饱全家不饿 现在就是你看 直接奔动物园了 动物园啊淘宝啊什么的 但是我给我老公买的衣服会好一些 你看完全改变的 她老公很难伺候了 就两颜色一个黑一个白 而且不能有 对她夏天的T恤衫不能有花 但一点点花她就不穿 很素 给她买衣服的花花的我的时间跟精力要比给我 我觉得彻底改变了吧 彻底改变了 所以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这样的好不好 因为瑶瑶是我们的好朋友 然后前段我们都参加了她的婚礼 而且这段婚礼的视频从来没有对外曝光过 但是 对我们很信任 在我们的威逼利诱之下 在我们以好朋友行过之下 我们瑶瑶同意把这段视频曝光 为了什么 就是告诉在座的各位 爱要争取 对 不要错过 后面好的男生 顺便可以争取 好 我们来看看这段视频 在下面下 我们女人一样的爱 才会忠诱很多奇妙的诡言 好以配俊的 什么话也一样 在彻底中成真 祝你们新奔幸福怀祷 十年修得恢团 百年修得忘了 我希望你的新东西 姚虽 好生慧 我去唱唱 花儿美 脸儿也美 把你看得心醉 看夕阳 映红了天 也映红你的笑脸 不想归 就此不悔 只要有你陪 我要你送出一生无悔 把未来像的天花乱坠 明天的事情明天再说 让你记得没所谓 感伤 停水 明媚 清水 那天那个樱桃跟一男也在台下 那天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张杨是一个我觉得 特别可爱的女孩子 直接 简单 不装 这样的女孩 我觉得是好女孩里面的极品 而且跟对方说领劲去 我觉得这个好 而且就是你看 这么多的朋友去参加这个婚礼 她人缘而极好 我从来不给人组织婚礼的 她一个电话我说我去 是 樱桃结婚我也主持 谢谢 就等着 我们等着 好 她好悲壮啊 坐你们中间 我觉得 你在台下看的时候 你什么感觉 瑶瑶她们两个给我的感觉是 我真的好像能看到书画面 她们以后虽然会吵吵闹闹 会那个 就是平时也会丧 但是她一定是很 很那个踏实的 在过她们的小日子 可能不是会那么容易被影响 我有这种感觉 就是很踏实的那种感觉 杨瑶你结婚之后 你觉得你的改变是什么 以前不做的事 现在可以做是哪些呢 做饭 我以前是不做饭的 我现在如果我早上起得早的话 如果头一天没有什么事 第二天后没什么事 我会给她做早餐 这个当然是我 婚后学会的 对 婚后学会的 但你们家先生给你做大餐 对 其实我们两个人都不会做饭 我跟我老公特别奇怪 就是我们把做饭 当做两个人 好像是一种沟通 和这个增进感情的一种方式 比如周末 今天大家都没事 然后菜场 然后买菜 买一些什么肉啊 那个海鲜啊回家 她做的非常不好 你像她要 她有一次她要给我做一个盐居虾 其实她不会 她是凭想象 把一袋盐全遮在了锅里 然后把那个虾 就直接丢进去 跟火上那么烤着 我当时一进厨房 我真的快晕过去了 我说你不觉得 稍点浪费这一袋盐 这就 盐居虾不是这样做吗 就是 但是你要做了老婆以后 你不能跟她急 你知道 就是你不能说到 你这是干嘛去 挺好的老公 你这个 挺好吃的 我觉得这种改变是必须的 你要鼓励她做 什么买只鸡回来 把肚子掏空了吧 什么香菇 什么扇背全塞进去 然后她跟那缝上 跟做手术的 把那个鸡肚子给缝上 你刚才说的这个是 双方为对方在做努力 对 因为要经营一个家嘛 但是有一些妥协是很痛苦的 有一段时间我看到那个张瑶面无人色 三天起不了床 为什么 我认识她以后 她因为她爱看书 然后呢 每个周末 她要去旅游景点 尤其天气好的时候 我一个北京人啊 北京旅游景点 首先我从小到大 我都不知道逛多少遍了 就是她要逛旅游景点 周末呢 天好的时候骑车去 天不好的时候开车去 比如说你像我们逛旅游景点 我陪着她逛好 进去以后啊 看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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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看完了 她特别认真的 每一个介绍 在那看看看看看 看完了以后 找一个阴凉地 往椅子上一坐 啪哩把书打开 开始看了 先开始呢她看书啊 跟她说话聊天 然后她就会说 那个 你就不能也看会儿书 或者你安静一会儿 说我看书 你在这儿 一会儿说什么 买衣服吧 一会儿那个 这儿又怎么了 一会儿那儿怎么了 她说我能看会儿书 行 后来就变成了她看书 我就跟旁边坐着 或者我在那儿看手机 然后或者呢 我也像不像样的 拿本书在那儿 翻会儿 旅游景点看书 我有时候觉得 我说这个生活特别的闷 我说无趣至极了已经 就是一到周末就得 我得看书 但是 我得看书 其实 现在想来吧 我觉得 人总得要有一点爱好 我老姑娘说 这是我的爱好 说我得妥协 跟她骑自行车 骑过往返三十公里 骑就是我从 比如说我从四会 骑到公主坟回我爸妈家 好好的不开车 非得骑车 就蹬了蹬了 去的时候他一路跟我聊天 老婆你骑快一点 你看今天天气多好呀 咱们多环保多健康 我还挺高兴聊一会天 回来天黑了 他在前面跟跟骑 我在后面追不上 他那个轮大 我轮小 我根本追不上他 然后他就会骑一会儿 等我下去 你能不能骑快一点 我当时就特别想 把那自行车扔了 拽他脸 骑得那个尾疼 然后屁股也疼 浑身都疼 我的婚姻生活就是这样的 但是我觉得 也还可以吧 那个一男 你有没有包容过 他怎么怪毛病 我们还好呀 我们俩结婚以后 有一句话就是 因为我俩是同行 挨得太近了 朋友也是都是 几乎就是 他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结婚以后 我俩努力掰正这一点 就是你干什么 我不知道 我干什么 你也不知道 就工作上 我们俩绝对不掺和 就是你在 就是前两天 我同学打电话给我 诶 反正他在横店呢 对对对在横店呢 拍什么戏呢 不知道 他拍什么戏 你不知道 我说我确实不知道 好像是个古装戏 我看那个微博上发了 他带出套的照片 你这也太不认真负责了吧 我说 你打电话问他 我拍什么戏 他也不知道 就是我是觉得就是 我们可能是因为认识的时间太久了 所以我们在尝试用另外一种方法 就是他有一些他的空间 我有一些我的空间 你别把中间这位吓着了 对吧 我们俩把他吓着了 其实 没有没有 好期待 不是 关键我估计你他也没有 你应该没有机会听他们讲这个 这么细致的恋爱故事 尤其像张瑶 我觉得张瑶做出了巨大的改变 樱桃 王一南 张瑶做客超级访问 三个女人一台戏 购经验 剩前六十上 不买凯件吗 必须得砍件 上洞员不买东西不砍件 你到那儿干嘛去 女明星逛洞批 装备如此齐全 带个口罩 带个墨镜 就热够呛 然后你拿那一件 他问你装哪 你自己从包里拿出蛇皮袋 拿一件胶带 对 天赤袋或者黑的垃圾袋 不能拿好的袋 不能拿好袋 女明星小店买服装 花季小心丝 我逛的经验就是 没有熟门熟路 你真的是要走很多的弯道 因为里面的东西太多了 你找不着什么是好的 而且要挑这个你的眼光 对 绝对是眼光的考验 修炼成心 一切精彩 近代本期超级访问 问一下三位 来就讲讲吧 因为标准的北京戏 好像真的是 我们现在看的不是太多 对 这个戏挺典型的 对 而且赵赵写的词 真的是很接地气 特别的 她还好 她北京忧 你们两个说这话 会有点帅 都有什么好玩的词 对 王一兰 我因为我演这个角色 是一个北京忧 然后说话又特别的损 特别的狠 特别的到位 我有时候说起来的话 其实我们说普通话说惯了 到说北京话的时候 觉得没有那么难 但是在这个戏里有点难的 因为它有太多的这种 就北京土 土话 胡同味 比如说我有一句台词叫做 包了龟堆 这人就这么着了 就刚开始 包龟堆 包了龟堆 对 包了龟堆 就没有 就是 其实你 我现在是练过一下了 刚开始说的时候 他们始终觉得 有一点点走音 江小应该怎么说 应该是龟的包堆的 你看 你看 我到现在还是 你是哪的人 你是哪的人 我是包了背堆 我是北京人 但是我没有在北京胜 她云南人 对 对啊 我一半一半的 反正这部戏呢 其实是这样的 叫最早那个原著 叫穿动物园的女编辑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动物园 你们知道吧 因为你们在北京 动物园 它不是指 那个动物园 动物园对面 有一个服装批发市场 那个真的是 叫动批 对 就是那里面的衣服 它不零售 都是批发 它里面有一句台词 你没穿过动批 你还叫时尚编辑 对 三位谁逛过动批的 给我们讲讲 就你是生活中吗 生活中 我逛过 我肯定逛过 你们仨 我北京不熟 但是上海的三文铺路 我逛过 你应该是上海 上海的动批 应该是在那个 就是三文铺路呀 不是 叫那个七浦路 对啊 七浦路这个名字 太不洋气了 我们都叫 三文铺路 或者是 然后你上海是这样的 我真的就有朋友 来上海接问 你这有没有 是单吧 我想办贴 我说 他就 我说没有 后来我们路过 他不是 我就会是大路的吗 人家里还得洋呢 那在北京动批了 你去过吗 去过啊 动员是 唯一的缺点 就是不能试 对 所以有时候 那个尺寸吧 拿捏不好 回来容易失败 然后那个不是 你有时候会觉得 这张脸啊 稍稍有点在那砍件 不是特别方便 所以就戴个口罩 戴个墨镜去 热够呛 热的那口罩 直往外冒哈气 就冒在了那个眼镜上 都看不清楚 这逛一会儿 得找一地儿 把眼镜摘下来擦擦 然后把口罩摘了 凉凉凉凉凉 你不砍件吗 必须得砍件 上动员 买东西不砍件 你到那干嘛去 然后你拿那一件 他问你装哪儿 你自己从包里拿出一蛇皮袋 或拿一黑胶袋 对 边支袋或者黑的垃圾袋 不能拿好的袋 不能拿好的袋 对 王一南你呢 你相信你在上海 光洞批 三分坡路啊 上海的三分坡路 它是早晨批发 你能说中文吗 我觉得这个名字 才能衬得上 它这个 那么时尚的一个地方 特别洋气 我有两个女朋友 开那样的店的 我一直饶着他们带我去 因为我自己去了以后 人家不卖给我 我跟着他们去的时候 早上特别早 除了带这个胶皮袋子之外 最好能 如果你显得像 这种胶皮袋子里边的 大户的话 最好再弄个小推车 对 拉个车 对 拉个车 你要是能再拉个车的话 你还能再往下 滴那么一两折的 然后跟着他们 然后就这种爱看不看 他来问 他也不问你 最后拿完了以后 一定要寄单子 一定要让他就是 哎 你给我寄张单子 拿那个单子寄着寄着 然后他们都东西 挑完了以后 一看没挑我要的那个 哎 咱们再把那个要回去吧 咱们就搭搭样子什么的 要一件先试试看了 就是那个是我要的 你们都没给我要的 就根据这个 跟着他们的批货里头走 哇 但是我逛了经验 就是没有熟门熟路 你真的是要走很多的弯道 因为里面的工艺太多了 你找不着什么是好 而且要挑这个你的眼光 对 绝对是眼光的考验 修炼成心 春节前 这儿必适 所以这钱一定会选多 四月份的时候水冲装 七月份的时候水冲下装 十月份的时候水冲秋装 记住了吗 还有呢 还有 别来太早 太早来都是批货的 人家顾不上旅 咱们只有买一架两架的人 还有 不能穿成你这样 要么穿得像个体服 要么穿得虽然就有日系 那你也不像个体服啊 不是个体大户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这带子 不能是空的 好了 开始吧 这部电视剧时尚女编辑 讲述了一群 个性群衣的热血新年 与本土时尚杂志 亲骨儿一起茁壮成长的故事 展现了中国大部分 还处于航业底层的 时尚女编辑们的真实生活 在演一学会跟你们 去抓这些人生的什么特质呢 樱桃 那我的感受就是 确实是 这是一个名利场 然后压力很大 然后你要抵挡这个东西 是特别困难的 尤其是你自己的收入 还没有达到 可以来驾驭的时候 但是你又不想 因为很多时候 他们就是以这些东西来评判的 来看你够不够资格 跟我对话之类的 就是我觉得 他会有这种东西在里边 所以这很压力很大 我觉得 就是很不容易 如果现在你有一位表妹 刚好大学毕业 特别想进入这个时尚圈 你会给她什么建议 让她来还是不来 看她够不够有强大的内心 我觉得跟她个性有关 一般的就还是 能干别的干哪别的 所以我希望可能 这部戏唤起大家 对真正什么是最重要的 像瑶瑶 我觉得特别像这部戏 曾经那么迷恋名牌 但是她后来发现 她给老公做一顿早餐 跟老公带她去旅游景点看书 是生活中最真实的东西 那些东西只是附加值 所以我们希望 每个女孩子 找到属于自己的真谛 本期热点人物 高音喜车工 王学做客超级访问 又是怎样的失误 让喜爱歌唱的她 措施中国好声音 你在中国好声音唱的是什么 等待 还在等待 这首歌可能不太适合 他们把你淘汰了 你会把他车给划了吗 现场观众挑战王学 飙高音效果如何 没法玩 她翻高八度 她不但比我们高了一节 还翻高了八度 一个上 老师再下一个音 那说到你看 我其实我手上节目挺多的 很多节目的那个观众 都是你看阿姨妈妈 大家闲得没事来看节目 这个节目你看 放眼看过去观众特别好看 大部分都90后 90后的请举手有多少 看到没有 我们的节目年轻化了 对对对 我觉得好棒 除了超级访问之外 还有一档节目特别火 而且那几个评委 都是我们的好朋友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 这种好声音 我跟你讲这个节目呢 我看到一位 唱得很棒 但是很不幸被PK掉了 去的都是好声音 那这一位呢 可能运气不太好 今天我们把她请到现场 她是来北京 应该是才一年多 她是一位洗车工 但是呢 她的声音非常好听 而且呢 很喜欢唱歌 我觉得这样的人 就是可以成为 超级访问的座上宾 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热点人物呢 掌声有请 王学先生 有请 欢迎 2011年 一段洗车工 在出租屋内 演唱的视频 火爆爆炉 点击量过百万 她就是王学 今年25岁的王学 来自山东新泰 是一个从小热爱唱歌的男孩 2010年5月 王学独自来到北京闯大 在一家洗车行 做起了洗车工 擦车虽然辛苦 但是王学并没有放弃 自己从小的歌唱梦想 她还参加了众多歌唱类节目 为自己争取 每次离梦想更近的机会 最近她参加了热门节目 中国好声音 但结果却并不如意 你在中国好声音唱的就是什么 等待 换两句 我为什么还在等待 我不知道为何人这样痴迹 你这首歌可能不太适合 有没有人因为看到你的节目 冲着你去洗车 我觉得基本上没有 但是有好多老顾客 来到这以后认出我来了 但是我看到中国好声音里面 纳英也说了这话 你们的那个洗车行离开我们家不远 那以后我可以去叫你拿洗车 对不对 可以啊 她有说过吗 说过 要钱吗 要啊 对 要钱是一回事 我是在想 他们把你淘汰了 你会把她车给划了吗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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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纳英要叫你再去洗车 你会给她一边洗一边唱吗 应该会的 我应该会让她再想起我 当时我在舞台上唱歌 纳英说我这想不起你了 然后她特生气就是 挤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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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挤 我听说你是特别喜欢唱 然后呢 就是你来北京打工 把仅有的钱 就是买了这个设备啊什么的 别人都笑话你 我没来北京之前 是在钢管厂上班嘛 那时候公司可能就一千左右吧 然后是攒了两个月的钱 买了一套简单的录音设备 就是可以录音给自己 对 不是那你把所有的钱买了 他们就说 哎呀你还痴心忘想想 以为自己是谁了会不会 有的会 来北京以后 第一次上的是哪个舞台 标亮音大赛 就是优酷我记得当时 优酷的标亮音大赛 就是看谁的声音好 谁的声音高对不对 找个高人就加那吧 就让时间去淡忘它 无论走到海角界一样 让我来为你 说福吧 你到底没唱多高 我们要不先拿来标一下 我们找一个现场的中国好选音好不好 有没有 有吗 哪位 同学们推荐一下 推荐一下 推荐一下 人们不能 来来来来 掌声鼓励一下 很羞涩 只有你来 吃一下吃一下 上来上来 他为什么选你呢 因为我不会唱所以他们选我 不可能 他们说因为他长得帅 就长得帅所以想让你丢一下人是吧 吃一下吃一下你看看你能先挑战哪个不一定按着键盘啊老师给个音来死了都要爱然后给一个原调的死了都要爱 好 死死了都要爱不灵力停止不痛快 死了都要爱不灵力停止不痛快 这基本调就往下生一个调了 死了都要爱不灵力停止不痛快 没法玩他翻高八度 他不但比我们高了一节还翻高了八度 你给我上 老师再下一个音 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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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OK 他产生精力了 对对对潇洒不错不错 再来高一点 死了都要爱不灵力停止不痛快 感情多深只有这样才做到表白 死了都要爱不灵力停止不痛快 你能温笑不痛快 与众灰灭心怀灾 王学自有父母离业 母亲一手把她和妹妹养大 董事的王学为了减轻妈妈的负担 初中一毕业就开始在外打工 她修过铲车 做过电焊工也做过汽车工 她做这一切都只为能让母亲和妹妹的生活更好 她母亲也就不上了 她是她妹妹得上 她得上 我自己的心 我就不上了 我很感情她 让我完成了这五天大学 但是就在她准备结婚的时候 一项不断的事情发生了 我听说你是前两天就准备结婚了对不对 来北京之前 那没结成 没什么 家庭条件 那爸爸呢 可以跟爸爸去找一下支援 在我父母离婚的时候 之间我也是去找过她 也很想她 就去找她 但是到我来北京之前 我去找过她最后一次 是没有见到她 我也不知道去哪了 听说你要去找她 爸爸把手机号码换掉 把地址搬掉 就这么失踪了 可能她也有她的想法吧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红了 你挣钱了 你爸会要来找你 你会怎样 我的父亲 有机会 能在电视上看到我的话 我想给他说一句话 希望 你能给我打个电话 让我能联系到你 其实我压得不多 我就是有的时候 我觉得每个孩子 其实特别父母离异的孩子 其实他不是要对父母亲戚 那种所求 其实是一种情感 对 我有一个爸爸 那现在有女朋友吗 又不是什么偶像 这有什么好女朋友的 在北京找了一个女朋友 他喜欢听你表高音吗 喜欢啊 但是邻居不喜欢 对啊 我们这里还祝福王学 对对对 祝福我们带来一首 完整的 完整听一首好不好 燃烧 好 燃烧 真希望所有有梦想的人 能坚持你的梦想 谢谢 谢谢 爱 爱 已经不太重要 重要的只是 我忘了把你忘掉 时间很早 就算那问过的人已老 我 心在隐隐作痛 心在隐隐作痛 哪管你要或不要 燃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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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想不到痛 还在燃烧 以为火早已不灭了 怎么一切你 心有背后会灼伤了 燃烧 泪是爱情的火腰 泪是爱情的火腰 请不要这样看我 我知道我已逃无条 超级访问 超级访问迎来李晶晶同学会 李晶主持大选被带军剥夺 坐过去 不要嘛 他们会害人 我好舍不得这位职啊 老同学大吐槽 李晶晶最求求是 首度曝光 经常吃亮 血色喝多了吧 喝多了 我就到他家里去了 他正喝完了 满地爬呢 炉至现场上演精彩 舞蹈秀 一向以欢乐世人的李晶晶 现场自爆曾得过抑郁症 我记得我有连续半个月 我睡不着觉 见人一说话就想哭 对 而且不吃饭 剃了特别寸的 特别短寸 特别短寸 你知道吗 后来我就真是就想出家了 一张桌碑林电影光盘的背后 又会有着怎样 挺笑皆非的故事 李晶晶的笑 我我我我见过人挺多 我就没有见过 那么笑 笑起来那么恐怖的 周杰基老师当时 就看着大家说 他怎么能笑成那样 更多精彩 尽在李晶晶同学会 好 谢谢 谢谢 本集园果的超级榜面成功 谢谢 本集园果的超级榜面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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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集园果的超级榜面成功